各位好 欢迎收看与说台湾 上期节目跟您大致梳理了此次民进党 在台湾地区九合一选战中大败亏输的原因 那么多的因素里边很重要的一点 还是绿营施政差 太差 问题是层出不穷 你比如治安 通胀 失业低薪 防疫缺电 空污诈骗 外加上瘦肉精美猪 日本核实 柬埔寨人质事件 更别提没事找事弄得台海战云密布了 完全没能符合台湾老百姓求和平 求稳定 希望过上好日子的预期和诉求 那为什么施政这么差呢 除了有一个骨子里极度偏执 傲慢 虚荣自私的蔡英文 他不还有个专门负责处理 到那经济民生的所谓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吗 您想 这两块料够合在一起搭班子 他能不出事吗 此次选举大败之后 蔡英文甭管是出于什么盘算 权衡 是立马自我了断 此党主席下台了 可是被定为蔡英文之后二号战犯的苏贞昌呢 那愣是待得住 愣是赖在官位上就是不走 而且一说起来 是蔡英文让我坚守岗位 对此啊 岛内舆论和网友很多都纷纷表示 看懵了 不明白蔡英文为留苏贞昌究竟要干什么 施政的政绩烂到这个地步 每天只会在岛内立法机构当吵架王 天天骂人 很多人质疑 留着苏贞昌到底要用他的什么呢 就用他帮忙吵架吗 蔡英文的逻辑让人看不明白 但要我们说呀 各位 这苏贞昌骨子里是一向迷恋权威 而且又是林老入花丛 一大把年纪了 好不容易重新登上这所谓行政院长的大位 你想让他痛快辞职 那不等于弯他心一样吗 哪舍得走啊 对老苏而言 他宁可不要这张脸 也得要官位呀 这一点蔡英文自然最了解了 同时 蔡英文想必已经算准了 你老苏即使继续在台上挺着 赖着 接下来的路也极不容易 你这年纪 所谓的行政院长已经干了三年了 这在台湾来说已经真不短了 这期间 你挡了多少人的路 挡了多少派系的路 这显赫的位子他们谁不想要啊 所以你挡了多少人的路 绿营内就有多少人憋着算计收拾你老苏呢 所以这个火药桶 众矢之地 你愿意坐就坐着吧 刚好帮我分担一部分火力 让我粘巴出溜暂时先撤退 我刚好既不用得罪你 不用去费劲巴拉的 亲手清理你这块茅房里 又臭又硬的光石头 还可以来个不见血的借刀杀人 利用绿营其他派系的不满 打压你苏系 你待着吧 更何况 实话实说 眼门前我手里一时间也确实拿不出太合适的人 能立马顶了你的位置 我心中原本属意的这大阿哥郑文灿 原本一向表现不错 也刚好要从桃园卸任了 但问题是你郑文灿这回是干嘛吃的呀 让你保林志坚你不乐意 后来让你给我保郑运鹏你也没保住 你郑文灿一方诸侯 在桃园树大根深 你真的尽力了吗 还是觉得自个儿翅膀硬了 看我败选辞职了 老娘是使不动你了 是吧 本来可是一心一意想扶你上位2024压住那赖清德的 你别不识抬举 别逼我去找贱人 我是说陈贱人啊 总之啊 各位 这两期节目为您评说的 就是此次民进党溃败的前因后果 以及后续绿营内部可能的大致走向 怎么样 热闹吗 单说实话呀 不光是绿营 蓝营那边虽然看似大胜 但实际上内部也是暗流涌动 下期节目就为您扒一扒蓝营内部 此次选前选后的精彩分成 非常感谢能赏脸看到最后的朋友 欢迎您关注与说台湾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